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外科技 在目前的笔记本电脑市场 主打轻薄的超级本,种类和数量都很多 但是在保证基本性能够用的同时 还能把屏幕做到8.9寸呢,几乎没有了 GPD-PR Max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英特尔M3-8100Y处理器,加16G LPDDR3-1866MHz内存 加512G PCIE-M2固态硬盘 这一套硬件配置,在超级本这个品类中 也属于组合性能非常不错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部构造,才能打造出这样一款微型超级本来 下面,就通过对我手上这台内侧机器的拆机了解一下 GPD-PR Max超级本的外观设计和做工还是非常不错的 与目前主流的轻薄笔记本电脑很类似 只是小了很多,金属材质外壳,质感也十分不错 在超级本的地面,就可以看到螺丝分布在机身四周了 只需将螺丝全部拧下来,就可以直接拆掉地面后壳 拿掉后壳就可以直接看到机身内部构造的全貌了 黑色的乳板颜值很高 接着最显眼的就是这块9200毫安时的大电池了 几乎占据了内部一半的空间 这个电池的供应商,干风电子也是很有来头的 它还是特斯拉,宝马,以及大众汽车的离电池原材料供应商 电池左侧就是散热风扇了 散热采用了液冷加风冷的方案 全新的液冷散热管设计,加大功率涡轮风扇 散热性能很不错 根据官方的数据,将系图默认的8瓦热功耗提升至15瓦 高性能模式下也可以稳定运行 不过可能还是内测机的原因 我手中这台,在默认功率下长时间运行的发热还是有点高的 继续往左,就可以看到四个美光的板载内存颗粒 16G LPDDR3,1866MHz内存 就是由它们组成的 内存比很多主流的13寸超级本还要大 这一点还是很让人惊喜的 这也是英特尔M3 8100Y所能支持的最高内存规格了 这样就带来一个好处 可以考虑划分更多的系统内存,共享给显卡使用 应该会有更好的游戏效果 这方面,我会在之后的视频中进行测试 主板的右下角是英特尔的7265系列双频WiFi芯片 5G Wi-Fi下支持最高867Mbps的传输速率 可以看到集中一根天线向上延伸到了屏幕边框内 WiFi芯片右侧就是固态硬盘的位置了 被一个U型塑料框架盖在了下面 不知道这个框架具体起了什么作用 将其中一个天线拔掉后 就可以把塑料框架拆掉了 固态硬盘采用了百围的512G M2固态硬盘 读一些性能非常不错 实测读取速度达到了1.6G每秒 写入速度达到了1.4G每秒 风扇和液冷散热管是一体的设计 将风扇和散热管取下后 就可以直接看到8100Y芯片了 不过由于我现在手上没有散热膏 暂时不能给大家看它的真面目 不过仅从外观看 这颗集成了HD625的芯片 体积其实也不算特别大 总体来说 GPD PRMAX超级本的内部结构设计 还是挺工整的 从内到外的颜值都还可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 关于GPD 这款号称世界最小的超级本 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欢迎在视频下留言评论 我会一一回复解答 同时也欢迎关注我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视频更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